中華職棒二十六年頒獎典禮 盛大登場圓滿落幕 這次時間碰上十二強賽集訓期間 許多得獎者一大早從台中 趕回台北參加 雖然風塵浦浦 服裝可沒馬虎 因為其實我們是 剛好是從台中中華隊直接上來 那其實頭髮就沒有什麼 就是洗完澡這樣子 然後吹一吹而已 然後西裝其實是 就是女朋友特地幫我選的 其實是之前 現場放野望去 幾乎各個西裝筆挺非常正式 不過也看到有人 該做比較輕鬆的風格 像是一達正達紅 以布面半休閒西裝外套 立頂襯衫再搭配卡其褲 走出自己的smart casual路線 至於他的隊友林一泉 則是完全揮別西裝外套 改穿帥氣的皮外套 和連帽夾克多層次穿搭 這麼下趴的打扮 到底怎麼想到的呢 這個服裝是老婆 精心替我裝扮的嘛 那想說以正式的服裝做出席 就是不要太單調的西裝 然後改變一下 這我去一大世界買的 順便打廣告 穿西裝就覺得 很像感覺要去結婚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 穿比較休閒 比較自然 對啊 也不會說 不正式的感覺 這樣子 這樣就好 本屆頒獎典禮以突破為主題 有別於過去宛如三金頒獎典禮 時間較為冗長 這次改以記者會形式進行 每位得獎者 心中的感謝和感動 都透過電視和新聞鏡頭 傳遞給所有觀眾 只是方式不一樣 但我覺得選手他想要表達的 每一個字 每一個話 每一個感謝 都是從內心裡面去 講出來給電視機前 不能參與這個活動的 這頒獎典禮的每一個人 從穿著打扮 典禮形式 再到得獎者致詞感言 頒獎典禮亮點不斷 今年球季完美落幕 也期待明年中華職棒27年 繼續帶給球迷滿滿感動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